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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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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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的所作所为 拆散了我们母子 有没有好好地真心对待我 关心我 所以啊 就把这份心思 都用在了天柱的身上 爸 我记得听您说过 您之前 还碰巧遇上过您的亲生妹妹 怎么后来就没有联系了呢 那时候 我要回美国去探望你曾祖父的病 他得知 我妈去找过我 所以就非常害怕 他告诉你爷爷 不要告诉我真相 他想尽办法让我留了下来 直到你曾祖父去世 你爷爷才把真相告诉了我 等我赶到台湾的时候 我已经找不到我妈和我妹妹了 十几年 我在台湾苦苦寻找 想找到他们的下容 可是都没有找到 算起来 我妈 今年大概有八十九岁了 她大概已经不再认识了 爸 王小姐 我们董事长去台湾 还没有回来 您请回吧 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这个我不清楚 他没有交代 要不您留下资料 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不 我不走 我一定要见到你们董事长 我就坐在这里等他 见到他我才走 你说什么 什么 李婷今天还停止交易 那怎么办 我哥都快杀了我了 我得赶快脱手不可 爸 来 小心 陈祖 快扶爷爷 爸 您辛苦 我去给你拿条毛巾 爷爷 昨天我也没跟你好好过生日 今天得好好补偿补偿 好好好 傻孩子 事业要紧 爷爷每天都在过生日 真的 你不要太在意 没事的 说到事业爷爷 现在事业 还真的有一点问题 怎么了 公司缺少竞争力 缺少资金 而且机器 也应该更新换代了 怎么天赐 没跟我说起过呢 他有什么事情 都往自己肚子里验 碰到什么问题 还要我拉下脸 去求别人 那 那 公司现在缺多少钱 也不多 就两千万人民币 两千万人民币 公司最近很痴情啊 爸 来 给你毛巾 这样 天主说 说公司缺少资金 换机器 等一下呢 你帮我调两千万人民币 给他去用 爸 我知道了 您放心吧 我看您散步也累了 要不我扶您回房躺着 好了 天主啊 没事了 不用担心 好 没事 慢点 记得给他调钱啊 知道了 好了 不用送了 不用送了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我以后也太大了吧 两千万 让你哥知道了 小心你的皮啊你 我也是为了公司好吗 你 爸 你醒了 怎么了 没什么 你昨天是不是没有休息 一直在用电脑 写了个新程序 总是不顺 不知不觉呢 就天亮了 你呀 要多注意休息 我订了中午的机票回公司 天主 你跟我一起回去 王小姐 我们要下班了 请您明天再来吧 我不走 我今天一定要等到你们董事长 我不管明天是不是停止交易 反正钱一定要补回来 董事长 总经理 怎么这么晚了 你还没走啊 因为王小姐 说是历天企业的经理 非要见您不可 赖在慧客室不走 好啊 历天的人自己找上门来了 我倒要问问他们 怎么历天股票老是善庭交易 想害死我 女孩子睡成这样 还真是奇观呢 你们是谁啊 你不是急着要见我们吗 我是这里的董事长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是董事长 我是代表历天的 孙董事长 我等您一天了 就是要问您这个 请问这份告股东书 是您授权的吗 对 你们历天的管理太不透明了 早该进行改组了 再说你们还把股票停止交易 就是想逃避股东监督 这种卑鄙的手段 太让你看不起了 谁让谁看不起啊 你们公司想要跟国制政权 一起炒历天的股票 才让人看不起呢 这份委托书虽然不是我授权的 但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我觉得股东本来就应该 监督董事会 原来天阳实业的老板 也这么好骗 喂 你专程过来罢我们的 不是 我 孙弄市长 我是来请您退出改革召集的 将一间公司 经营到像历天这样子的程度 不知道花了我妈 还有我外婆多少心血 请您再考虑一下 你口口声声说 国制政券要抢你们的公司 国制政券只是帮忙管理 你们呢 逃避那么多的监督 才有问题 你根本就不懂国制政券 打什么算盘呢 好了 王小姐 这份委托书 我会再仔细地看一下 回头再联系你吧 你没事就先回去 但是最后的结果 是不是按你的意思来 我不能保证 孙弄市长 不然 我陪你一起看这份告股东书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行了 我可以给你解释啊 行了 我哥懂得不比你少 你还是回去跟你妈说 不要再暂停股票交易了 你请回吧 孙弄市长 我拜托你 请回吧小姐 我留留名剑 有问题打电话给我 走啊 跟你哥讲啊 关 我 这烦你 喂 我这就过去 怎么 国制政券的人找你 我看 就是他们说是你挪钱炒股的吧 我陪你去 不用了 哥 就是陪他们去聊聊 你用我的名义 委托他们召开这个改革会 我当然要去会会他们的 看看他们是不是值得我们委托 走啊 喂 对 我是丁耀祖的家属 什么 好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爸哥哥都在干什么 一会儿都打不通了 王医生 我爷爷他怎么样了 主治医生正在急救 但是情况很不乐观 你最好通知你的家人 过来见老先生最后一年 请尽力救救我爷爷 会的 放心 爸 股票再暂停交易的话 火就吸了 这股还怎么吵啊 绝对不能让火吸了 李田已经暂停交易三天了 这个星期他们正忙着灭火 咱们就等下星期 准备交锋 天助 你总算来了 你好 这位是 这是我哥 好好好 请 请坐 天赐 来 请坐 天赐 今天好不容易见到你 一定要跟你喝两杯 过话 美女 不用点小姐坐牌了 我们过来是谈正事的 我想请教一下 国制证券 想召开临时股东会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给公司提意见了 让公司能够永续经营 对了 天赐 你有没有兴趣 参专董事呢 我刚调查了一下 利天企业的经营状况 利天是一间稳定 而且正派的公司 有什么必要 需要迫切地改组吗 这个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 不如这样子 明天到我公司 我们慢慢聊 现在已经下班了 我们不谈故事 好好地玩一玩 哥 爸 国灵娜 你跑这儿来做什么 爸爸有客人了 爷爷出问题了 情况很危急 医院要大家快去见爷爷 不然就快来不及了 好 外面去说 对不起 我先失陪了 刚才 那是您妹妹啊 是啊 漂亮吧 漂亮 漂亮 国灵娜 你爷爷不就是急救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外面也不行了 怎么办 你不想见他最后一面吗 不会的 你爷爷他没什么大悲 他就成天无病声音 让我们关心他 我都给他住头等病房了 有最好的医疗设备 所以 就让医生去处理就好了 我们在边上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爷爷整天被关在医院里 你干脆坐他去老人院好了 就怕人家说你不孝 爷爷每次想回家 可回来没几天 你又找借口送他去医院 这样下去 爷爷没必都会被你逼出病来的 我已经给他住最好的病房 还给他请专门看护 我已经对得起他了 你的爷爷这么不孝 以后哥哥也会讲给你的 我专门听爸爸说 我给你打包票 你爷爷这次一定没事 只有你会被他骗成 我现在正好在准备打一场仗 会把股价炒起来不可 你可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 给我出乱子 好吗 时候不早了 你快回家 柏林小姐 我是孙天柱 是你哥哥的好朋友 有什么可以帮忙了吗 没什么事 我要去医院了 天这么晚了 你一个人去医院 不太安全吧 不如我送你吧 走 黄医生 我爷爷怎么样了 你爷爷已经暂时脱离险境了 待会儿送进病房 再观察一天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那我先去忙了 谢谢啊 太好了 这回你终于可以放心了 谢谢你陪我过来 我会落在医院里陪我爷爷 耽误你的时间 真不好意思 真不好意思 那我走了 嗯